大环境不好 但有类餐饮却能逆势狂转 有人不用一个厨师 干饭20年老店 看懂这个新趋势 就能抓住下一个十年风口 非诚生一惊 按理随时听 中餐是一个商圈存活周期最长的餐饮品类 而川菜公认的 受众最广 口味最受欢迎 并且适应性极强 能根据不同地区的口味和需求随时调整 受众广 潜力大 存活周期长 有市场空间 这就是川菜的优势 但同时 川菜品牌化程度 仍然偏低 这是挑战 也是机率 比如高度依赖厨师 工艺很难标准化 而秋金川味小炒 完美解决了这一赚钱路上最大难路虎 发展速度迅猛 背后有一套复制性极强的赚钱模式 一是AI数字菜谱秒杀同行 AI炒菜 不用一个厨师 标准化程度贼高 抽餐效率提升40%的同时 翻台率也直接提升了2到2.5倍 才能一键更新菜谱 56道家常菜的SKU 全年龄段的口味都能兼顾 这点就解决了餐饮行业 厨师成本高 难培养的大同点 而是不愁祸客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川菜正餐连锁品牌 它采用餐饮大数据选址 门店基本开在人多的商场 遍布全国12个省份 开业起报 多门店霸榜同城美食榜单 可见其潜力之大 综合下来 日均翻台率有5次之多 线下客流量有保证 哪怕非热门地段 它也会一对一运营帮扶 全国联动投流 通过植入各种关键词 达人种草和达榜运营 占据了庞大的搜索流量 线上引流不断 三是两大招牌菜 双爆品很能打 20多年爆卖51万份回锅肉 和48万份麻婆豆腐 销售额占比高达60% 不论是成都还是郑州 都几乎桌桌壁垫 爆品的背后 可依于它家有完善的 稳定的自由供应链 再加上中央厨房 统一切配和数字化管理 极大降低了人力和成本 哪怕人均40元 也能保证毛利率60以上 竞争优势很明显 关键是上至一二线大城市 下至小县城 这套模式都可以整店复制 你觉得这是门好生意吗